第十四是面部运动 主要的就是要按摩太阳穴 那么人老了 容易这个老花眼镜 老人痴呆 所以我们必须加强面部的运动 一个原则是由下往上推 然后呢由内往外推 三十六下 然后眉骨 这个对眼睛视力有很大的帮助 我七十二岁了 看报纸不用戴眼镜 就是靠这个面部的按摩 第十五是 现代人生活很忙碌 所以一大早起来 吃粥啊 牛奶啊 豆浆啊 汤汤水水的喝了一大堆 所以很容易造成胃部不舒服 甚至引起胃食道逆流 我建议各位可以练这个增强腹肌的一个方式 让消化系统正常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 早上起来不能喝水 吃饭不能喝汤 就是干食 可以致这个胃食道逆流 加强腹肌 那么消化系统就会正常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躺下来 两腿居高五寸 默念心筋一变 好 放下